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未来 你们请你们带交通的尖峰时期来 四年后对他们听到了 但是他们却挑了一个 没有小学生放学的下午来 这个时候有谁来放学呢 委员要看什么样的交通 所以委员请你们好好的去考虑 你们到底没有听到我们居民的诉求 这个是很荒谬不合理的 社区的小学的学生全部都放学了 已经没有学生在这边了 那下面维格他们要放学的时间是四点五点以后了 甚至高中生是九点以后 所以这个现场勘察的时间 根本就是错的时间 我们实在非常质疑他们的诚意在哪里 好不容易来一趟 结果来错的时间 来最少学生的时间 这是不合理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国中我是读 我是一般国小西民国中 那我那时候读西民国中刚好遇到了维拉台风 那想想看维拉台风呢是在将近四十年了 那个时候我们印象深刻如果大家住北投人都知道 这里全部从山上洪水整个下来 然后死伤无数 然后呢我们三个月没有水没有电 那时候还没有过度开发 就已经可以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所以天招是在预期的吗 天招是在我们人来控制的啊 但是人口的破坏会造成天招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反对 就是因为维护不容易 破坏非常的容易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的保护区被挖了 我们要把它找回来可能吗 不可能 国台风的时候 我家是住在翠云街二十六巷 然后今天我的邻居啊 就是同样我们二十六巷的邻居 王太太孙妈妈 还有罗小姐都有都有来了 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贺博台风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大雨一直冲刷 然后把我们前面的陆积 整个陆积几乎有一半都 都被大雨冲刷坍塌 非常的严重 那个地基呢 就是位于现在他们 那个维格的校地的正上方 你们想想看 假如说维格把学校 签到这边来 他说是要签那个幼稚园 幼稚园 两岁到两三岁的小朋友 他们两三岁的小朋友 他们的学校要签在 这个会有可能会 因为因为以后因为有天灾 天灾我们是知道我们是非常难以预测的 现在的气候变迁又来越严重 然后呢以后要是说有什么又有台风或者是大雨 又造成像上次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小朋友他们的学校就在这个地的下面 是不是对这些小朋友非常的危险 而且我们都知道这条路很小才只有六米不到 那旁边用我们居民停的车要是到时候需要救援 或是救援的时候 那个要救援的车子要上都上不来 那我们居民要下去也下不去 学校出来真的 你学生看到这些大人 在这里做什么 委员在这里做什么 他到底能不能看到我们的心声 保护区耶 如果保护区开放的话 人的欲望无穷 是不是 你可以想象我们这里住海路 听了20台游泳车的样子吗 我们这里每天有多少老人家经过 你们有跟我们人行到 多少学生经过 这边很多学生一半也是威格的学生 很多也是一方的学生 一线的学生 复兴高中的学生 对不对 市政府跟我们什么 要变更保护区 好人并可以出来解释吗 我们选票投给你是投给猪是不是 不好意思老师要动口这样讲出话 市政府到底给我们什么 有没有保护我们老人家跟小孩跟学童 没有 我们这里的居民 你看下面的珠海路 他们的学生 自己有时候流行到都没办法走 要走 他们家长的车子要停在马路上 那个委员不知道你四年前有没有来过 四年前这里并没有这么平 那个是经过他们整个一期后的 我们这边强调的怀疑 你们关不起这个树会倒 这边的路被水泥化这些东西 都是这近几年 因为被关起来被施坐 我们都没有办法进来看 这边被整地的已经非常清楚 因为你们看就知道 树为什么会自己都被砍掉 我们从上面看一下 它就都有树灌 可是下面其实都都已经空掉了 御人路他们的下地 我没有建设 我也没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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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住在后面这一树 它如果很大的座 旁边那个水沟淹得很快 那个有时候你车上去的时候 那个路的话 整个路面是水那么高 因为我就住在后面这一栋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行 这个 它上面有很多泳海 旁边有两个水沟 然后又有很多池塘在这 所以说我们旁边这个基地 只要有一个池塞要开发 它里面它就有非常非常多 很多次它都要移动 我年龄比较大一点 因为全部关进去 你水一直关进去 但是基地就崩塌下来 这个都是最近的军迷 他们到处 我都没有办法清楚 但是我坐这边大了 我们坐这个 这个水沟是会被切断的 你知道吗 这水不会乖乖地迷滑 你把它切断的地方 所以它不是我们的军迷 通道的交通 我们现在有这种学校 它其实就是九十三年权 我是住在西元街 我三个月大的时候 就搬上来 我们那个社区 全部就是保护区 到现在它还是保护区 我们申请建造 我从九十六年申请建造 开始搞这块地 我房子买下来了 九十六年到现在 上个月 七月八五才拿到建造 我很可怜 我的保护区非常非常可怜 我是五十九年七月四号 那杨宾山管理局那个时代 就已经合法了房子 我们那个房子是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没有错 现在我已经拿到建造 那用了多少力量 我光水土保石就花了二十几万 那然后我在讲交通的问题 我讲实话 各位住在你们住在珠海路的居民 你们应该知道 从珠海路上来 原来那里有一种 曾塞美幼稚园 过了曾塞美幼稚园 过了曾塞美幼稚园 请问那一排的居民 车子以前怎么停的 根本不是靠边停车 不是路边停车 整个是斜岔在路上 搞得根本人家 我们车子要开上来 开不上来 不要骗人 现在因为经过人家多次检举 才靠路边停车 搞得好像很难 我每天从那边要开车上来 我每天开 不是这本来就是住宅区 我我差 汇车是不会有问题 现在 现在登山 登山路被规划 尖底站规划为教练 教练车可以开 教练车的小朋友 他们十八岁二十岁 他也可以跟我汇车 我觉得汇车可能小心一点 是可以过的 然后住在这幅什么 翠岭路啊奉贤路啊 什么这一代的居民 我们车子百分之八十的人 都有两三部车 他自己有车库 也把车子停在外面 这当然会造成交通主生啊 我从这边下去 我从西原街下去到 走右转奉贤路 就已经有可能会堵了 现在没有 就已经会堵了 那我是建议委员说 如果维格能够 把交通事情怎么处理 我觉得是很难的事情 太难了 因为我们现在 就刚开始维格 刚开始维格来搬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的车子根本下不去 这几年是有改善没有错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堵 只要遇到那个时间 可是那个时间 只要堵车那个时间 我看不到任何警察来 并排停车 看不到任何警察过来 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 今天很多警察就来了 对 就这样子 意见是说 我们这个基地外面 是一条翠云街 非常的狭窄 我希望说 我们相关单位 能够针对这个交通问题 我们居民非常担心的交通问题 能够提速一个 但是我这个检讨 来针对这个交通问题 一个配套的一个检讨 让我们居民有个恐惧 让我们的社区 能够注重环保交通安全 这个是我们希望的 也希望我们委员租公 能够秉持公正 公平公开的一个来处理 好不好 谢谢 我把你交给那个都委会 好好好 都委会收起来好不好 登革热的事 他们造谣说 我们这边有登革热 我们这边非常担心 这个交通的问题 希望能够针对这个交通 好好的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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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那个都委会的 部长加油 蔡先生 来来 我帮你拿去挂号 还有刚刚好像还有一位先生说 要给我一个成员 这个交给 交给都委员 好 你讲一下 那个 你 你 你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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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